朋友们大家好 这几天姜梦杰成了热搜第一 就是关于他的一个正面照 一个照片吧 还就是发文 就是说自己被人勒索了 这个热搜大家都看到了超过六亿的阅读量 非常的不得了 姜梦杰是谁 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最近就是姜梦杰就是比较火 比较火啊 嫌也少叙啊 这个入正题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呢 是一种错愕感啊 真的是一种错愕感 因为啊 可能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我们是在这个 应该是 他是在很早之前 就是嗯 比较火了啊 还是 最起码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不是现在啊 不是现在 到底是 哪一个就是愚蠢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呢 于情于理啊 就是说说不通啊 是否觉得这个姜梦杰呢 就是不算是一线顶流的啊 就是 今天啊 就是姜梦杰也发完了啊 就是说 被人恶意拍了这个 照片啊 拍了这个照片 他从这个发文内容来看呢 整个就是可能 可能会是更早 也可能啊 就是在他刚出茅庐的时候啊 还不算就是最巅峰的时候 被人就是拍了个正面照啊 那个时候呢 他可能啊 就是刚刚脱离素人阶段 就是说 走在大街上啊 还没有多少人 去认识 认识他 去关注他 这样的情况下 给他拍了张这个正面照片啊 他被这个拍的这个照片 就是不说 这个人人 都去搜索吧 所以呢 更加错愕了啊 今天呢 就是有人拿着这个正面照啊 跟他去建立一个要钱啊 要钱 这个让非常多的人感到无语啊 就是感觉这个人 就是失智了嘛 很多人就是 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是大致呢 和大家说一下 具体呢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拍的一个照片啊 正面照 从这个周围的人 这种大概啊 衣服来进行这么一个判断吧 就是 在2019年 基本上 大致给 可能 是 应该是 去某个商场啊 做个活动之类的啊 之类的 这帮人呢 这帮人呢 就是专业 就是说 可能大家就是这里明白我们这个错愕的原因了啊 就是 因为就是勒索他的人呢 就可能 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第一人啊 或者是 参与者 如果就是勒索呢 不可能就是等到多年之后 就这么一个勒索啊 可能是真正的就是 出世人吧 出世人 就是 可能是闪人了啊 就是说 跑掉了 整个就是多年之后啊 竟然有人就是拿着 去进行一个勒索这个胶木奖啊 相当 这让很多人相当无语啊 就是很多大V也不理解啊 这个不是正常人这种先知能做出的事情啊 做出的事情 周梦杰呢 可能就是颜值啊 在这种五美颜的情况下呢 嗯 就是 他这个皮肤呢 就是非常好啊 整个人就是发光 发光 唉 感谢就是通过搜索过来呢 订阅一下啊 订阅一下 整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这么个事情啊 当然了 这种事情呢 如果当时就是说 嗯 有点负面啊 所以呢 就是觉得 选择就是能处理 其实是 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呢 嗯 就是说 这个江梦杰呢 也就是 进行了一个 回应啊 也得到了一个粉丝的提醒呢 啊 这个非常 整个世界呢 非常 恶臭啊 非常恶臭啊 不仅就是脑子有问题啊 还是就是说 法毛啊 显然整个事情呢 到了这一步 就已经 不是冷处理 可以解决的了 最终啊 这个江梦杰呢 选择了这个 报警啊 选择了报警 就是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女艺人呢 她应该是 就是说 就是说应该第一个吧 这是她站出来的一个初衷啊 很多人呢都在支持她 支持她 很多狗仔啊 就是吐槽整个事情啊 因为这种 已经突破了一个底线了 突破了底线 就是根据这个江梦杰公布的对话截图吧 这个勒索者呢 显然就是了解明星的最怕的是什么 例如这个声誉啊 广告违约啊 等等吧 不管作为就是女性 还是艺人 面对这种做法啊 就是没有怯懦 而是勇敢的说不啊 敢于就是斗争吧 敢于斗争 即便这个明星呢 属于是商业文化的一个包装下的特殊群体啊 他们也有这个 是活生生的人吧 有钻研的人啊 演艺呢 是一个不得不参与的一个舆论 打交道的行业吧 所以这个演艺圈里啊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胆小怕失啊 不敢就是强出头 生怕呢 被这个贤人抓住把柄啊 小题大做 毁了前程啊 但事实上呢 很多人就是抓住了明星的这个弱点啊 去从事一些不可告人的营生啊 可能整个事件呢 对方就是说可能会被判刑吧 判刑 感谢大家收看 白人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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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